你是否幻想过,嫁给爱情的样子?会有这样一个人,与你通在屋檐下,每日只手相守,关心着彼此的一切?会有这样一个人,在别人夸你脾气好的时候,只在乎你是不是受了委屈? 哪怕没有金山银山,他也会眼巴巴的将整个世界碰到你面前,让你感觉自己时刻都是被爱的,只求心喜欢,想要嫁给爱情,为了不过就是这么一句,只求心喜欢。 所以,姑娘们想着我爱她,我要嫁给她,就算婚前还一穷二白,但可以一起努力。 真心爱她的姑娘不怕吃苦,因为相信着两个相爱的人,可以把日子越过越好,人们总是在想生活不知眼前的口浅,还有事与远方,能让贫瘠的天空最满烦心。 但爱情可以等于婚姻吗?有一个读者的故事,她和喜欢的人读大学期间相识,因为双方家境悬殊太大,男方父亲成年参缓,女孩父母心疼女儿,怕她嫁过去会吃苦便始终反对。 大女孩却认为父母不懂真爱,大学毕业后不顾父母上心坚持要嫁,过后她以为会幸福的生活,很快被现实生活折磨得她哑口无言。 每天下班后,她得操持家务,还要经常帮伯父照顾不能自理的公公,而那个说会一辈子照顾她的男人习惯了下班回家就休息,一开始只会和她说辛苦你了,到后来连这句话也没有了,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。 当然,有时,现实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甩人巴掌,当她自认为嫁给爱情了,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照顾生活都在狗血,而当初的爱情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 在《通傲慢语评件》中的这句话,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有的,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,因为物质条件而价,无论生活多么富足,也无法弥补爱情的缺失。 但以为友情赢谁保,只要爱情,不顾一切的加入一场没有物质根级的婚姻,这又是不明智的。 我有一个朋友葛律,他结婚两次,此次已失败告终,他是个以爱情之上的姑娘,每次他都以为这个男人是爱他的,所以他不去关心对方兜里有多少钱,也没有房子,结过几次婚,一无反顾的嫁了。 他觉得婚姻只要爱情就好了,生活只要爱情就美满了,但是现实是,他的第一任老公工作不顺,辞职后就整天待在家里打游戏,家里的一切都靠他在操持,每天工作下班还要做家务,只要他一说工作的事。 不过三言两语,对方就会跳起来怪他不理解自己,怪他看不起自己,而他找的第二任老公虽然工作稳定,但区域频繁收入有限,他依旧以为真爱要凌驾于物质之上。 婚后两个人住在出租房里,日子过得简单,倒是平平淡淡,发生变化是在他有了孩子后,一切便着渐渐走起来,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,运气再难受他也不敢辞职,他觉得无助。 而男人却满足当下的工作,不资金取,有太多人以为对方是爱自己的,如果不爱,又为什么会愿意取呢? 男人愿意承诺婚姻的理由有很多,有的是爱,有的是责任,但也有的只是为了有个家,多个照顾他的人。 不少婚姻里,他只是以爱为名,把傻姑娘恢复在婚姻里,为他服务,供他使唤,有时这比物质的婚姻还可怕,因为他连基本的物质享受都无法提供,反而要从女儿身上拼命索取,一场婚姻里,相对来说男性的投资永远比较少,而获得的更多。 网上有一句引人热意的评论是,打扫卫生,一日翻摊,是否公婆,生而玉玉,这些加在一起,如果爱情抛姆,做代孕等加在一起的价格,有几个男人吃得消呢? 但是一个老婆就不同了,只要一直婚姻,有时连财力都不要,没有经济能力的男人会用爱来笼络女人,他会承诺以后的幸福。 但他现在没能力给你幸福,而他口里所谓的结婚后共同努力,其实只是伪命期,但后来可能只是你一个人的艰难磨难。 他只要工作就好,而你一边工作,还要一边兼顾家庭,要不就是为家庭牺牲职业生涯。 他吃着家里的里里外外,还会是做理所应的,最难过的还未必是这个男人一直穷,而是当女人以为自己忽略物质嫁给去男人会感激。 结果男人只会觉得是因为女人自己没本事找到有钱人,想要嫁给爱情的姑娘,其实是在奔向幸福,却没想过这个爱情是否值得,是否可以让你真的获得幸福。 毕竟幸福不是虚无巧妙的东西,必须得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,如果在婚前他都不去努力为你创造一个较好的基础,又凭什么相信结婚后,他会和你一起努力,会把你捧在手心宠爱呢? 凯哥始终认为,什么是男人的真爱?真爱就是不舍得你跟着他受苦,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会想照顾好爱的人,懂得努力去创造好的物质基础, 就连在动物界,穷性鸟类都会先造好一个超,然后吸引磁性来一起组成一个家庭,虽然钱从来不是首要的东西,但却是必要的,如果给你爱情的人,连一个家都支撑不起来,那么再多的爱,也听不起一天天采你油盐的消耗,生活会告诉你,爱情或许是适合远方,但只有适合远方,却怎么也构成不了俗世生活, 终有一天,那个献上鲜花的人,也为你准备了丰盛的幸福未来,就嫁给这样的爱情,活成幸福的样子吧, and每一个白天,每一个夜晚,我都陪在你身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